欢迎来到万门大学环境经济学的课堂 我是郑伟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环境经济学最后一个 关于环境正义的标准 绿色黄金法则 哎呀 开讲之前先容我吐个操 听名字实在是太突别了 我觉得已经突别到了极限 不管怎么样呢 闲话少说 咱们正式开始 既然是环境经济学的正义原则 所以就没有纯粹的定性的规则 这个绿色黄金法则也是一样 或多或少的呢 都需要加进去一点计算 那么什么叫绿色黄金法则呢 假如我在银行里存了一百万 根据绿色黄金法则 我能花这里的钱 但是前提是我用花的钱赚来的钱 至少比我花的钱要多 比如说我是一个炒股天才 我能用十万块钱赚来二十万块钱 那我就可以把这十万块钱还了银行里那十万 剩下的十万我随便花 也就是说绿色黄金法则 要求我们后代所能利用的自然资源 或者其他资源 要保证我们以后 或者我们的后代能使用的资源 不比我能使用的资源少 这又是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原则 有没有 但是有没有道理呢 首先一个问题啊 对于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 我们怎么办呢 比如说煤炭 我们用煤炭来发电 但是我们不可能用一吨煤 产生两吨煤 这一吨煤我烧了就是烧了 我们烧了一吨 我们后代就少了一吨 那按照绿色黄金法则来说 岂不是所有的不可再生能源 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哎呀有人说了 这还不好吗 我们就只该用可再生能源啊 像什么风能啊 太阳能啊 潮汐能啊 等等等等 这个推论就是很危险的 在现阶段的情况下呢 有些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是相当高的 比如说太阳能发电 如果我们放弃使用了 不可再生能源 那么电力成本将大大提高 这更加不利于我们发展我们国家农村的经济 以及让那些落后的地区追赶上来 想一想那些在贫困县 还没有清洁的饮用水和基本电力支持的孩子们 现在如果我们跟他们说 对不起啊 我们为了我们的后代 所以不能使用化石能源 因此你们的电价将分三倍 你们恐怕连这个电灯都用不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人道的 至少来说是不正义的 另外呢 可再生能源也有不稳定的特点 比如说太阳能 只能在有太阳的时候发电 黑天不行 连阴天都不行 风能呢 只能在有风的时候发电 啥时候有风 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那么在缺乏大规模储能手段的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不顾成本 大规模的推广可再生能源 我们同样还需要燃煤发电厂 当做后备能源 至于可再生能源的自由比例呢 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 我们以后会在这个课程中专门介绍 但是简单的一句话 绝不是说可再生能源越多越好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横坐标呢 是0到24点 也就是说一天的时间 纵坐标是一个城市典型的用电的功率 那么这个典型的用电量 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白天大家都起来了 用电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到晚上大家都要睡了的时候呢 这个用电量越来越少 我们之前也说了 太阳能只能在有太阳的时候发电 因此太阳能的发电量 大概就是红色曲线的这个样子 所以太阳能发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太阳出来的时候 这个太阳能的发电量越来越大 到了中午达到最大 这两条曲线的差值就是这条曲线 就是我们需要使用燃煤电厂等等等等 所提供的用电量 我们要保证啊 这个用电量在最大的时候 我们也能有稳定的能源供应 所以说我们要保证啊 至少在这两个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用其他的后备能源 所发的发电量 至少满足这个用电的需求 也就是说 只用可再生能源 完全不使用化石能源发电 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 我们根本就达不到绿色黄金法则 所要求的这个程度 第二个呢 绿色黄金法则实际上是一种最强的 可持续的原则 这个原则保证了我们后代 能享有的任何一种资源 都不会少于我们这代人 那么问题来了 假如我现在没救一百万吨 我要保证后代人的享有不能少 那我就不能用 同时我们的后代 要保证后代的后代的享有也不能少 那他们也不能用 那这样的推论下去呢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能用这一百万吨煤 那这一百万吨煤 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了呢 即使对于后代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是也没有价值了呢 如果说我们能用 可能我们下一代人 就只有九十万吨了 但这九十万吨 也好过没有价值吧 根据绿色黄金法则呢 这一百万吨煤 对于任何一代人来说 都相当于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保护我们后代人的利益 但实际上呢 我们却从根本上 剥夺了他们的利益 有人说了 你给我们讲了 三种环境正义的原则 公理主义啊 无知之目啊 和这个绿色黄金法则 然后你又一一吐槽了 他们三个 你是在耍我们吗 你还想不想混了 然后给我寄刀片 虽然你们并没有我的地址啊 这种讲法 也是我希望传达给 各位同学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 文道有先后 书业有专攻 任何一个学科 都不可能解决 人类的一切问题 对于正义的原则呢 本来是一个哲学探讨的话题 但是因为这个话题 门槛太浅啊 以至于各个学科 甚至大叔大妈 都能在这个问题中插一脚了 那后果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 环境经济学 试图解释环境正义的 三种尝试 不过我个人认为 都不成功 与其说做个二流的哲学家 我们不如专注于 我们所擅长的 也就是说对于效率的研究 这才是环境经济学 应该考虑的出发点 也是环境经济学 能为环境保护问题 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各种同学在各种渠道 听取所谓专家意见的时候 也可以在竞服的同时呢 想一想 数业有专攻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经济学家 讨论中国的货币政策 那没准他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能能从他的文章中 学点什么 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 讨论社会正义的问题 讨论司法公正的问题 或者一个法律学家 探讨地球过去几十万年 气候变化的趋势 或者一个主持人 探讨转基金视频的安全 那么可能他们在这些方面 并没有权威 从下节开始呢 我们就要正式进入 环境经济学领域的 真正用武之地了 在那之前 我们将会在近期 推出第二部翻外片 也就是关于贴线 和贴线率的介绍 熟悉各种经济理论的朋友们呢 可以直接跳过那个翻外片 直接进入我们 对于环境政策的考量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